还哭呢 对孩子的管理要放手 我们给孩子的只能是对生活的态度 我们没有办法给孩子生活 他的人生一定是他自己的 请记住了 其实你说这个父亲到底做得有多好 我觉得他就是普普实实的嘛 没有什么 但是为什么用三年的时间 你十九年的时间 其中十一年是含辛如苦带这个女儿 这个男人就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把你的女儿在你的心理上 不是买通 是夺走了 是为什么 这个你要反思的 剩下时间就给你们了 你说呗 我说 你必须跟我一条心 一个道 行 为了姑娘还是为了你 咱必会的这个家嘛 我低头 但我跟你说 不能管姑娘太严了 那我也经常改点吧 我反正不好改 没事 我又成家了以后 你怎么发脾气都没事 他成家了就好 我也不管了 现在还是不行 马上就快要等了 过年他大事了 行 我帮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觉得就是来秀恩爱的嘛 这么好个老公 你还想怎地啊 我没想咋的 你就 不是你还想咋地啊 你说我的教育模式 你说叫他 你还想咋地 我没想咋的 给你道个歉 回去吧 这么多年以来 大概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这样 是以父母眼见的正确 为一种正确的方式 有的人是在引导孩子 有的人是在束缚孩子 我觉得白老师那个词用得特别准确 这叫保护 我们在想一个过度保护的人 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因为他没有经历任何风雨的时候 他是不知道苦难到底意味着什么 幸福是怎么样的 因为幸福和苦一定是比较之后 才能够产生的 你主动点 跑过去 跑过去 抱抱人家 我可以好好对孩子 好好对孩子 来来来 往这站 好 来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 一会儿你主动点啊 尤其 你有这么好的老公 就拿戒指就好了 谢谢啊 小兰啊 我对您没别的要求啊 你要想好好跟人过 梅子女士 一会儿就抱你的时候 你也主动地抱一抱她 别跟个铁板似的 我们不要你少洗礼正 好吗 好了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老婆 这对我们的戒指是 台上来说什么的 我结婚在哪儿 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个好戒指 因为咱们的这个 都为了说 这个家为了孩子 等以后我 有钱了 说点实在话 有钱的时候 我会哭得好 请你接受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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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吧 不说松不许松啊 哎呦呦呦呦 好好好 哎呀呀呀呀 哭得有 哎呦呜呜 我旁边两位女同志全哭了 你们俩哭什么呀 是被感动的是吧 你看是被感动的 我这儿有盒面膜送给您 这是伊贝斯的 白色恋人系列的 一款这个面膜 其实女儿已经大了 未来的生活 就是你们俩的 你们俩要好好地相爱 好好地生活 好好地过好 和活好自己的后半辈子 好吗 加油啊 哦